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先上进度 这个大概是我们看正投影的最后一部分 谈到的一个概念叫副投影 副投影呢 这个概念其实就是 就像这边写的 我们之前看到这些空间中的物件 它在投影面上 如果它是一种比较不特殊的物件 那什么叫不特殊 我们说过不特殊的意思就是 它跟我的投影面没有特殊的平行或垂直的关系 那就是类似副鞋、副鞋面这些东西的话 那当然对我们来说就比较难去处理它 所以我们都必须之前谈到 要用很多辅助平面的方式去做 对不对 那现在 用辅助平面的意思就是说 你要找一个 这个平面是 跟这个物件可能会包含这个物件 然后同时它是所谓的 平行或垂直这个投影面 那个叫辅助平面 所以我们的概念就是说 从一个逻辑思考的角度来看 就是说如果空间中的物件 既然它不是特殊的物件 那因为我们 基本上原先都假设 投影面是死的 是固定的 对不对 我们有Vertical有Rental 再加Profile 那基本上正投影 所以投影面彼此垂直 那个都是固定的 那个等于就是一个Base 我们不动它 那现在 我们再进一步想 如果假设今天 这个固定的这个投影 这个投影面是不动的 但是 所以它会造成我们的物件之间 跟物件之间的关系 不是那么特别 情况之下 如果3号 让我们去转动我们的投影面 去让我们的投影面去能够 转换一个角度 或换一种方式去呈现它 让这个投影面呢 会比较特别一点 那这样子的话 也许对我们在分析 空间物件中的这些性质上面 就会比较好去了解它 所以就是所谓的三不转路转 那原先我们的 我们现在以后会讲一个名词 叫做投影系统 就是原先像我们Vertical 或者Rental 就固定的是一个 它是一个System 一个投影系统 那 那这个原来的投影系统 当然我们说过 这是一个基础 这个不会动嘛 那我的物件 如果不是属于特殊物件的话 那它就不利于我们做分析 对不对 那所以我们现在三不转路转的意思 就是说 我们要 架一个新的副投影面 那当然这个投影面 基本上还是 还是要有些特性 因为我们今天是正投影 那但是这个新加进去的投影面 我们就把它叫做 是一个副 是一个副投影面 那这个副投影面 那这个副投影面 我会让 让我的物件 所谓的普通物件 就是原先歪斜 于投影面的这些普通物件 在新成立的这个副投影面 而且这个新的副投影面呢 现在就会变成一个 类似我们的VH投影系统 这样的概念 在这个副投影面系统 就会变成所谓的特殊的物件 那特殊的就是平行或垂直的概念 那这样的概念就叫副投影 副投影 原理大概是这样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个简单的例子 我们原先好 我的原先是一个Vertical 或者Rental在这里 对不对 那我这边有一个 有一个单斜面 有一个单斜面 三角形ABC 那单斜面大家知道吗 就是什么 垂直某一个 像这个三角形ABC 它在我的VH的投影系统 它这边是一条直线 所以代表它是垂直我的水平投影面 所以它基本上是一个单斜面 对不对 所以它是一个单斜面 在我的VH 那以后你会看到这个V上H下 反正不管怎么样 我们把这样的投影系统 把它写成类似这样的一个符号 去呈现它V over H 那在VH投影系统里面 我的三角形ABC就是一个单斜面 好 那单斜面当然也OK 那也已经算特殊了 某种程度已经算特殊了 但是我们要让它更特殊 就是说让它变成 更特殊就是变成叫做正垂面 那正垂面的意思就是说 这个物件 这个平面 空间中这个物件 这个平面 它必须是投影某一个投影面 那个才叫做更特殊的嘛 叫正垂面 那单斜面的问题是说 当然它没有办法在水平 或直立投影面去看出它的 所谓的true size 它的真正的大小是怎么样 对不对 所以这时候呢 我们就说好 三不转路转 投影面既然原来的VH投影系统 对我这个三角形ABC 没办法看出它的true size 那我们怎么办 我就再加一个负头影面 那这个加这个负头影面呢 要一个 当然既然我们说要让它变得特殊嘛 所以我就把这个负头影面 让它去跟我的三角形ABC 因为它基本上已经是单斜面了 而且就是垂直水平投影面 那我如果今天在水平投影面上面再加 再额外加一个负 额外加一个投影面 那这个投影面呢 我们把它叫负头影面 那假设它叫做1 1这个负头影面 那这个1的负头影面呢 它是垂直我的水平投影面 之外 它也跟我的三角形ABC是平行 那这样子的话呢 你把这个投影系统稍微翻转过来看 如果我今天不看VH 我看H跟1 看H跟1 那这个三角形ABC就会被转成了嘛 转成正垂面了 对不对 就是这样子而已啊 所以负头影面的概念就是把它转换 让原来的投影系统 VH的投影系统 换到另外一个投影系统 那这个物件就会变成一个非常特殊的物件 那我们就比较容易 从投影图去看出它的一些端倪 好 那所以我们在取这个负头影面的时候 刚刚也提到 这个1本身要垂直H 对不对 然后呢 它又跟三角形ABC平行 所以它大概要这两个条件 那我 这样转换之后 这个三角形ABC就变成正垂面 所以 所以某种程度 我们这边的投影系统就是变成怎么样 叫取代 就负头影面E 这时候用来取代什么 取代掉Vertical 那我得到的投影系统 就变成是什么 E over H的投影系统 E over H 因为你的V over H的这个V 在EH投影系统 我这时候就不看Vertical 我这时候就是看E跟H 所以就变成一个叫EH的投影系统 那这样就会变成是一个 新的一个投影系统 那我的物件 在这个新的投影系统 就会变成很要 变成什么 变成一个正垂面 所以概念就是这样子 对不对 很简单吧 好 那当然这从立体图看起来 都还蛮直觉的 那当然怎么做 怎么做就是说 因为这是立体 这是立体图嘛 对不对 那我们eventually 还是要画到投影图去看 画到投影图去看 那画到投影图去看的时候 刚才我们说过 其实有几个特性 因为基本上 你是个正投影系统 正投影系统 你的投影面 我们上次说过 你的V跟H 基本上就是要垂直嘛 那即便以前 我们加了一个侧投影面 侧投影面也要怎么样 侧投影面也是要跟 你的V或H要垂直 所以既然是正投影系统 所以我的 即便是加额外的一个 副投影面 这个副投影面 基本上还是要跟我的 某一个投影面 还是要是保持垂直的关系 它才会是正投影的概念 所以 那画的过程中间是怎么样 画的过程中间 其实我们把它变成是 平面嘛 因为立体图 要把它变成平面 二维的关系 所以我们在画图的过程中间 是把 它的这个负基线 所谓的负基线是什么 负基线就是这个 就是你的负投影 跟我的这个水平投影面 这个交线 这个叫负基线 就是以这个负基线为转轴 然后来把这个负投影面 往下倒 倒到哪里 跟H 跟H是一样 所以这时候 就会变成是一个 EH投影系统 那这样的话 我们就可以把立体图 一样把它转换成 变成是一样 平面二维的关系 所以旋转的方式 是用负基线 就是你新加入的负投影面 跟我的垂直的那个 投影面的交线 那个叫负基线 当成轴 然后旋转 跟它的这个垂直的投影面 重合 就会变成 E over H的投影图 那选择负投影面的条件 刚刚其实有特别强调 就是说 因为负投影面 基本上是正投影 还是一个正投影的关系 所以你选择的负投影面 一定要垂直 你不能够随便选一个歪斜的 歪斜于某一个负投影 歪斜于某一个投影面的这个负投影 你加入的这个负投影面 一定是要垂直一个什么 所谓的被保留 被保留的意思 就像刚才EH 这个H就是被保留 对不对 那我们的V就不见了 直立投影面就不见了 所以你的负投影面 一定要垂直于一个被保留的投影面 概念是这样 是因为正投影的关系 那这是一个最重要的基本条件 那另外一个条件 就是说你要选择 这个就比较弹性 选择所谓有利于解决问题的位置 那有利解决的位置 一般来说不外乎就是平行或垂直 不外乎就是平行跟垂直 所以负投影面 必须要跟你的 原来在VH投影系统来说 是不好处理的 不是特殊的物件 经过设定的这个负投影面之后 在新的投影系统 它就变成是一个特殊的物件 而且这个负投影面 必须是垂直某一个投影面 所以这两个条件 是最基本要保持的 所以 从负投影面这边来看 我们接下来就是 来看看 一样从点线面开始 因为点构成线 线就构成面 我们先来看看 点的负投影怎么做 那原来我的VH投影系统 这个是立体图 我的A点在这边 那我现在加一个 在水平投影面这边上架一个 我所谓是说 在水平投影面上架一个负投影面 就是把这个负投影面 垂直于这个什么 垂直于这个水平投影面 所以等于把它架在上面 那这个E跟V是没有什么特别关系 但重点是E是架在H 所以E是垂直H 所以这边有一个负极线 那这个是立体图 对不对 我们看得很清楚 所以它有A super V A super H 对不对 然后这个时候一样 它等于这边有个正投影 这看起来有点不像是垂直 但是我们说过 我们正投影的意思 就代表光源是怎么样 垂直于 光源是垂直我们的投影面 所以E这个负投影面 它的投影点 基本上也是一个光源 跟它垂直过来 所以你的A等于是 发射一个正垂线过来 跟它垂直 所以得到一个A super 1 这是它的A1的投影点 好 那这个是立体图 把它展开变成是投影图 一样 其实就这么简单 之前提过的 A super V 跟A super H 基本上正投影 所以它的连线会怎么样 会垂直什么 垂直我们的主机械 对不对 这个没问题 然后 这个负投影怎么处理 负投影其实看起来 在投影图上就是一个什么 就是刚刚说过这个负基线 所以基本上 我们只画一条负基线 那这个负基线呢 画出来之后 一半 这个半边就是什么 这个半边就是水平投影 那这个上半边就是什么 就是你的负投影 好 那 有了这个负基线之后 那我怎么样去决定 你的A super E 在哪里 那因为A super E 跟A super H 是在这个 E over H 的这个投影系统 那 E over H 基本上也是正投影 对不对 所以你记不记得 A super V 跟 A super H 连起来 会垂直主机线对不对 所以你的A super E 跟 A super H 连起来 它怎么样 它也要垂直我的负基线 它也要垂直我的负基线 所以在画图的时候要注意 那垂直它的负基线 那但是它多长呢 A super E 到负基线的这个距离是多长 你从立体图可以看出来它多长 可以看得出来吗 A super E 到负基线的距离多长 这段长度 是不是等于这段长度 是不是等于这段长度 所以 那但是这段长度是看不到的 因为在投影图里没有这段 投影图是只有这段 所以A super E 到负基线的距离 相当于是 A super V 到主机线的距离 对不对 这样看得清楚 所以 我们在画这个负投影点的时候 你是从 A super H 拉一条直线 垂直负基线上来 然后这段长度要多长呢 这段长度就是 A super V 到负基线的距离 所以这两个是一样长度 那这样的话你就可以定出 我的 A super 1 在哪里 好 想一下 这个因为点完了之后 然后就变线 线稍微又复杂 线完之后还有面 对不对 你看我把 A 把 E 这个负投影面 这是垂直 我的 H 所以这边有一个负基线 那我一样就把它倒下来 把这投影面倒下来 投影面倒下来就是这一块 这个就是负投影面 对不对 然后呢 这个 E H 投影系统 所以你从 A H A super H 连线到 A super E 基本上倒下去之后 它这个基本上因为是正投影嘛 所以它还是垂直我的负基线 那至于它的长度多长 从立体图可以知道 这一段跟这一段是一样的 好 所以 点的东西是最重要的 因为你的点的基础知道之后 你就接下来我们弹线 那些就比较容易了 那重点就是什么 重点就是说 你看 在这段距离 有一个负的方法 就是说 A super E 到负基线的距离 就是这个 A super E 到负基线的距离 是等于 A super V 到主基线的距离 那这个有一个负法 意思是说 因为你现在的 E H 投影系统 是用来取代哪里 取代 V over H 的投影系统 所以 谁被取代 V被 E 取代 那 被取代掉 所以这个新的投影面 新的投影面上面的投影点 到负基线的距离 相当于是被取代掉的这个 V 被取代掉的 V 到主基线的距离 这个也是一个 这是一个负的方式 但是其实从立体图 你也可以很清楚看出来 因为我们现在是把 E 架在哪里 E 架在水平头里面 那我的 E 可不可以架在 直立投影面上 也可以啊 所以 我今天如果把 E 架在 架在直立投影面上 就变成是 E 现在是垂直我的什么 垂直我的直立投影面 那 A 是在这里 对不对 那这是立体图 那我们把它看 转到投影图来看的话 V A super V A super H 那我这边架了一个 副头影面在直立投影面上 所以它这边还是有个负基线 那你会问啊 那我这个 对点来说它并没有很特殊的需要去取哪一个位置 因为以后到线跟面才会有 但是对点来说 当然点是比较中性的 所以它没有所谓的跟头影面垂直或平行或歪斜的关系 对不对 所以这边这个 E 这个是随便找的啦 所以这个随便找 所以它的负基线当然就随便找 那基本上只要是 我是架在直立投影面上的话 那这个负基线就是在直立投影面这边 好 那 这个图里面它的 A super E 怎么办 跟刚才一样 从 A super V 拉一条直线 垂直我的负基线 垂直我的负基线 然后呢拉到多长 拉到这段的长度 就相当于是它被取代掉的什么 你的 E over V 的系统相当于是取代掉 H 对不对 所以 H 被取代掉 所以你的 A super H 到主基线的距离 就相当于 A super E 到负基线的距离 那你从粒底图也可以很清楚看出来 A super E 到负基线的距离 这段的距离是等于这段就等于这段 所以是等于 A super H 到主基线 对不对 所以这样就可以把这个负投影 负投影面上面的投影点就可以找出来了 OK 点的部分 有没有问题 这个是最基本的 好 没有问题的话呢 接下来就 还有 还有两个 我们还可以更复杂 连续做两次 负投影面不只可以做一个 可以做两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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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续做两次负投影就是说 原来的 V H 投影系统 那我现在 架了一个负投影面 E 然后我在负投影面 E 又架了另外一个负投影面 E 等于 架了两个负投影面 那但是不是把 E 加在 V 所以它这个是有一个 continue 有一个连续性 如果 这个原来第一个负投影面是架在 H 的话 那你下一个负投影面就加在 E 上面 就是往上面堆叠上去 那这样的话呢 我就会得到两个负投影面 所以我原来的 V H 现在 原来的 V H 现在可以变成是 E H 就是 E over H 的投影系统 然后呢 在 E 上面又加了一个负投影面 在这边又加了一个负投影面 所以这个投影系统 这时候就变成 E 跟 2 的投影系统 所以它就变成旋转到 这个投影点变成旋转到 A2 跟 A1 这边 那当然这个 比如说 一个点而已啊 干嘛这么麻烦 它要转了两三遍 有它的用途啦 所以我们待会可以看到 那既然转成这样的话 那这个投影图怎么画 一样啦 因为你的 E 是架在水平投影面上 所以你在水平投影这边 这个半面 这个半平面 来 赶快前进 然后 把这个负投影 把这个负投影架在 在 H 上面 所以你的负投影的这个 呃 负投影面跟 H 的交线 这个负基线 然后就跑到这里 那这样子的话呢 我的投影系统就转到 E H 了 对不对 好 那我的 A Super E 怎么画 A Super E 就从 A Super H 拉条直线 垂直这个负基线 对不对 上来 然后这段 A 1 到负基线的距离 刚刚说过就是等于相当于 A Super V 到 到哪里 到这个主基线的距离 所以这段是一样的 好 完了 那接下来我们加了 2 把 2 这个负投影加在 1 上面 所以 它因为 2 是加在 1 上面 所以它接下来 要把它画成平面的时候是 2 沿着这个负基线 然后这是第二个负基线 往上贴 就是往上倒嘛 对不对 我们的投影要把它展开 从粒里图要展开成平面都是 沿着这个什么 轴线 沿着这个基线旋转嘛 所以这边有另外一个负基线 旋转上去 所以这时候呢 就会变成是 这个是负基线啦 这是 2 2 这个负投影面 架在 1 上面的负基线 好 然后呢 把它旋转上去 好 那同样的概念 你从 A Super E 要拉 那怎么去找到 A Super 2 呢 就是从 A Super E 拉条直线 垂直这个负基线 拉上去 然后变成 A2 那 A2 这段距离是等于多少 用刚才的那个口诀啊 刚才那个口诀就是说 E Super E Over H 的投影系统 是把 V Over H 的投影系统 是取代掉 V嘛 所以你的 A Super V 到负基线 到主基线等于 A Super E 到负基线 对不对 好 那现在从 A Super E Over H A Super E Over H 的系统 投影系统 现在要换成 E Over 2 或者是 2 Over 1 的投影系统 那这个时候谁被取代掉 H被取代掉啦 所以你的 A Super 2 到负基线的这段距离 是等于它被取代掉的那个投影点 到原来它的另外一个基线的距离 所以这段距离就会等于这段距离 那从立体图可不可以看得出来 你看你的 A Super 2 在这里 对不对 A Super 2 到这个负基线的距离 是不是等于这段的距离 是不是等于这段的距离 都是一样的嘛 所以这样的话你就可以得到 利用这样子的结果 你就可以得到两个负头里面所得到的投影点 从原来的 A Super V A Super H 转换到 A Super 1 跟 A Super 2 对不对 所以 所以这是连续做两次负头影 连续做两次负头影所得到的一个结果 好 所以我们看到这边显然说 第一次负头影是从 V Over H 变成 1 Over H 然后再从 1 Over H 变成 2 Over 1 2 Over 1 2 Over 1 就变成这样一个系统 所以转了两次 转了两次 所以这个叫三不转 助转 所以刚刚晚来同学稍微再注意一下 我们就做负头影 负头影的概念就是说 我们把原来比较复杂的 原来比较 V H 投影系统 比较复杂的这种物件 经过加了一个负头影之后 它变成一个新的一个投影系统 然后让这个物件在新的投影系统 它就变成是很特殊的 像刚才说这个例子 原来在 V H 是单斜面 加了一个负头影上去之后 它就变成是正垂面 正垂面上面的形状 就代表它实际的形状 类似这样 只不过在加负头影面的时候 要注意的是什么 要注意的是 它必须是垂直某一个已知的 垂直一个已知的投影面 然后位置的选择必须是 跟你的物件有特殊的关系 这样的话你才会得到 想到我这个PowerPoint 我还没上传上去 不然待会我再会把它上传上去 所以这个基本上就是 副头影的概念 就是我们希望让这个副头影 比较能够方便 让我们去处理这些特殊的物件 那刚才谈到的都是点 点的做法 然后接下来我们就看线 两个点连在一起就线了 对不对 线其实也没有很难 首先我们先来看 把负斜线变成单斜线 对不对 负斜线变单斜线 怎么弄 其实也很简单 你就这立体图看得懂吗 VH 那你一个负斜线AB是这样 然后空间中的物件是这样 那你现在要让它变成是一个单斜线 那单斜线的定义是说什么 单斜线的定义就是你的这条直线 是平行某一个投影面 那既然你的原来的Original 的Vertical 跟好的人头 基本上已经没有忘了 没有希望跟它有特殊的关系 所以当然你就寄望于什么 新加入的这个负投影面 所以我们就要选择这个新的负投影面 来跟什么 跟我的AB是平行的关系 那这样的AB这个直线 在我新的投影系统 就会变成是一个单斜线 OK 好 那立体图是这样看得很清楚 对不对 好那我们现在是把 这个负投影面E架在哪里 架在水平投影面上 架在水平投影面上 架的意思就是 刚刚说过 就是垂直这个水平投影面 好 那但是这个时候 你这个负投影面 除了是垂直H 所以当然它这边会有一个负际线 那但是因为我们今天要找特殊的 对不对 那特殊的意思就是代表 这个投影面是平行AB嘛 那投影面平行AB 所以我的这个负基线呢 负基线应该是不是也要平行什么 平行AB的水平投影 所以我要让加了一个负投影面 我们基本上就是在水平投影面 这边随便画一条负基线 那代表这半边就是水平 这半边就是就是新的负投影面 但是这个负基线现在不能随便找 因为我们要让AB变成是单斜线嘛 那单斜线就是代表在立体图上是代表 一是平行AB嘛 那一平行AB 所以从投影图上要怎么去看出 代表 从投影图上怎么回过来说 推论说这样的话 这个画图就是代表一平行AB 那基本上就是看它的什么 看它的负基线嘛 看它的负基线 这个负基线要跟谁平行 才会代表AB是跟E是平行 自己推理看看 要怎么样 怎么样会让 从投影图去反推回出 我的AB现在要平行这个负投影面 而且E这个负投影面 又垂直我的水平投影面 可不可以想象出来 这个投影面 要跟我的这条直线是平行啊 然后呢 然后这个投影面 又是垂直我的水平投影面 然后它又跟这负斜线要是平行 那所以在投影图怎么看得出来 投影图是不是代表这个 新加的负投影面 它基本上新加的负投影面 跟我的水平投影面的关系 它因为是垂直嘛 这个一定是垂直水平 所以它基本上只有一个负基线 所以它这个负基线跟我的 负基线在底下嘛 那跟我的这个负斜线 它的水平投影面 是不是应该要平行 那这样的话才会代表 它的空间中的物件是平行 这个E的负投影面 你看啊 你这个负投影面是加进去 那你想像桌子是水平投影面嘛 那你跟它一定要垂直嘛 对不对 一定要垂直啊 那你这条线 这条线 你这个负投影面又跟它平行啊 那既然要平行 那我今天在投影图 我只看到负基线啊 就是这个加的负投影面 跟水平投影面的交线 是负基线 那你这条线要跟它平行 那我当然是空间中立体是要平行 但是到投影面呢 就是在水平投影面这边是 这两个要平行 动动脑 没有那么难啊 所以我们的做法是什么 我们的做法 在投影图做法就是 given你的A直立投影 AB的直立投影 AB的水平投影 那我要画一个负投影图 我就是画一条负基线 来跟我的水平投影 有没有 跟我的水平投影这边来平行 跟它平行 好平行完了之后 那接下来 A点它就会对应到A1嘛 B点就会对应到B1嘛 那接下来就是 刚才说的点的负投影嘛 那点的负投影怎么画 刚才讲过啦 点的负投影就是 从A superH拉条直线垂直什么 垂直它的这个负基线 然后呢拉到多长 拉到A super1到负基线的距离 是等于A superB到主基线的距离嘛 又一样的东西嘛 那同样的你的B1 就是你的B superB到负基线的距离 是等于B super1到负基线的距离 好那这样你就可以把这两个点画出来 这两个点画出来 连起来直线 那就会变成这样 那这个东西代表什么 这东西就是代表 AB这条直线在新的投影系统 EH投影系统来说 它就变成是一个单斜线的投影图啦 那你再review看看 单斜线的投影图 在原来的VH投影系统 是怎么样 这有没有符合单斜线的 投影的那个图的特性 单斜线的投影图有什么特性 今天如果是水平线 你是平行水平投影面 那它在V跟H的投影系统里面 它的特性是什么 对啊 那今天你的EH投影系统 你这个AB是平行E嘛 所以它变成是 变成是什么 它没有平行的那个投影面式的投影图 反而是平行它的基线 所以你把它 这个其实就是像当你把它导过来看嘛 你就把这个H当这个当V 你看这个那这样是不是就变成是一个单斜线的概念了 这就是一个单斜线的投影图的概念了嘛 但是它其实代表是从负投影来的 对不对 好那这样子的话 那这个好处是什么 你做的这个单斜线 画出来把它变成负投影 所以呢 这个是什么 这是什么 这个角度呢 跟水平面加上 我们把它叫什么 α 所以α就直接从负投影面就看出来了 那我们要不要 我们之前说 如果你要画α对负斜线的话 你要做什么 直角三角形法 你现在不用直角三角形法 你直接画这个 你就可以知道它α 就是比较简单一点 这就是三不转路转 OK 好那同样的 我今天如果把这个负投影 把这个负投影架在直立投影上 那一样 我就是选一个负基线 因为是要架在负投 架在直立投影面上 但是又要特别 跟我的ab是平行的概念 好那这样子的话 我就拉一条负基线 跟我的直立投影这边平行 然后一样去拉出它的 a super1 b super1 那这个b super1跟 a super1跟b super1 到负基线的距离多长 像在这段跟这段 好画完之后 这条直线 这个就是它的什么 这个不但代表它的时长 那这边的角度又是代表它的β 所以就直接画出来 所以这个相当于就 把我们原先比较稍微 复杂一点的问题 复斜线的问题 现在转换成单斜线 你的夹角你的时长 就可以马上就画出来了 所以负投影面的好处 就是这样 所以我们期末考 大概会考对比的 你原先用什么方法解 现在用负投影你可以用什么方法解 所以相对你就会知道 其实真的是 有时候动动脑你稍微 换一个替代的方式去处理它 有时候就比较好去推论 好 那另外呢 我们再看把负斜线变成正锤线 刚才是把负斜线变什么 变单斜线 那如果我要把负斜线变成正锤线 那怎么办 那当然我们 如果最简单的想法是说 那我就拉一条 拉一个负投影面 直接跟AB垂直就好了 对不对 那这个就是正锤线 正锤线的定义就是垂直某一个头影面 对不对 但是问题是什么 问题是我们负投影面 刚刚说过定义不是这样定义的 因为你随便拉一个 这个头影面跟它垂直 这个头影面肯定不会跟我原先的V跟H垂直 所以 有一句话 事情不是太多人太简单 对吧 所以这个Q就不是直接这样做 如果我们要把一个负斜线变成正锤线 那这个时候就会需要我们刚才说过的 我需要做两次的 两次的负投影 我们先看最简单的 假设今天你已经是一个 原来在VH投影系统 已经是一个所谓的 已经是属于单斜线 像这条线是什么线 AB是什么线 前平线 对不对 它是平行直立投影面 所以它是前平线 好 那这个前平线 我要让它加了一个负投影之后 让它变成是正锤线 对不对 那怎么办 那其实这个投影图已经告诉你 它做法很简单 你就是把AB的直立投影 AB的直立投影把它延伸上去 然后延伸上去之后 你再拉一条负基线 那但是这条负基线必须是谁 必须是跟它的这个延伸的线 是垂直的关系 是垂直的关系 那这样子的话 你就很容易去得到它的A1跟B1的点 那这样的话 在新的E over V的投影系统 E over V的投影系统 这个AB就变成是一个正锤线 懂不懂 所以你要找这个负基线很重要 因为负基线代表就是分隔 你原来的投影 某一个投影 投影面 跟一个新的投影面 那但是又因为它要必须属于特殊的位置 那今天特殊位置是我要让AB 是跟这个负投影面是垂直 跟这个负投影面是垂直 所以就是变成你AB要跟负投影面垂直 相当于就是你的AB的直立投影 要跟它的这条负基线垂直 是一样的意思 在立体 在空间立体的关系是AB要跟负投影面垂直 但是我们今天只有看投影图 所以投影图的关系就代表你的AB A super V跟B super V 这条连线要跟我E这个负投影面所代表的负基线 要跟它垂直 那这样就可以推论出说你的大A大B这条直线的延伸 会跟我的负投影面垂直 OK 那所以的话我们在投影图做图就是要找正确的这个A 这个负基线 那这个负基线找出来之后 刚刚说过你要做正垂直 你就是要把它的这个AB的直立投影 的延伸的直线去垂直我的负基线 所以这个负基线是你自己去找出来的 是自己找的 而且是必须负基线是要跟它的这个延伸的直线是垂直 然后呢 你就很容易去找出A super E B super E 对不对 那这个 那当然这也合理啊 为什么 你看 为什么它这边会共点 A super E跟B super E为什么会共点 因为 因为这边本来就平行 A super H跟B super H 都到它的距离到负基线都一样 那我们刚刚说过 A super B它对应到A super 1 B super B对应到B super 1 它的长度是等于什么 这个长度是等于这个长度 那这两个长度是一样 所以当然它会共点 它会共点 所以这样也合理嘛 对不对 所以这样的话 经过这个转换 我就可以把负斜线 先把单斜线 把单斜线就变成叫什么 变成正垂线 那我要把负斜线变成正垂线 所以这时候需要 需要什么 需要两道功夫 需要两个负投影面 第一个负投影面呢 先把A B投影到E 这样的话 E跟H的投影系统 A B就會是一个单斜线 那既然是单斜线之后呢 再架一个负投影面 去跟它垂直 所以E 2的投影系统 我的A B就會变成是正垂线 看到没有 所以就转两次嘛 对不对 一次插在这边 让它变成单斜线 再一次再插在这上面 让它垂直 就变成正垂线 做两次的负投影 就会把我的负斜线 变成正垂线 那投影图怎么画 就是这样子 A B 这个是原来的VH投影系统 那我刚才说过 要先让负斜线变单斜线 所以你拉一条负基线 怎么样 平行我的水平投影 A B的水平投影 然后呢 然后拉上来 得到A 1跟B 1 那A 1跟B 1 就刚刚说的点的负投影怎么做嘛 这一段就等于刚刚那一段 这一段就等于这一段 好了 那A跟B 现在在EH的投影系统 就变单斜线了 那接下来 我们要再把它套一个 再加一个2的负投影 在1的这个负投影面上 所以我这边又会产生一个负基线 新的负基线 那但是这个新的负基线 因为今天我是要从单斜线 变成正垂线 所以我这个负基线的位置 是在哪里 我这负基线的位置 就是要从A 1 B 1延伸过来 怎么样 跟延伸过来之后呢 然后呢 这个这条负基线 就要跟它垂直 这边一定要垂直的关系 然后接下来再把它的这个长度 这段的长度是等于这段长度 那你就可以得到 在新的1跟2的投影系统 你的A 1 B直线 就会变成是什么 变成是一个正垂线的概念 所以转换两次之后 它就很容易 从负斜线变成所谓的正垂线 那立体图呢 就是像这样子 好 面 面呢 有点比较 也不是说复杂 就是稍微要解释一下 怎么解释呢 这个可能要看天分 其实也不是天分 就是把之前我们的 我们之前有谈到的一些概念 我们在这一张也会用得到 之前第十 不知道第几张 之前我们在谈那个面跟面的关系的时候 的关系现在也会用得到 我们先看看这个 先把负斜面变成单斜面 透过投影图 单斜面是什么 单斜面上次说过的意思是 单斜面就是垂直某一个投影面 叫单斜面 那你的负斜面当然 你的负斜面跟我的 原来的VH是没有任何的 垂直或平行的关系 所以我现在假设要架一个 新的负投影面 1这个负投影面 要架在 是架在vertical 是架在vertical上面 我在vertical直立投影面 架一个负投影面1 那当然架的意思 刚刚说过就是要垂直 所以本身1一定是垂直V 1一定是垂直V 那同时 同时什么 1的这个负投影面 又要跟我的三角形ABC 这个负斜面要垂直 所以它满足两个垂直的关系 一个是负投影面要垂直直立投影面 一个是负投影面 又要跟我的三角形ABC垂直 所以它满足两个垂直 那当然跟vertical垂直的关系很简单 就是反正就是一条 就是一条负基线 就是这个负基线 那问题是我现在是三角形ABC 如果是given已知的话 我怎么去找这个1来跟它垂直 找出这个负投影面跟它垂直 所以它这边会变成是一个端式图 那这个概念就用到我们前一张 就是你们今天要教的作业那一部分 什么部分呢 上次我们讲两个平面垂直 你怎么去画 你至少先找一个直线 跟某一个平面垂直嘛 直线跟平面垂直 然后再过那条直线上面的所有的平面 是不是就跟它垂直 就是上一张的东西嘛 两个平面垂直的概念 好 所以呢 1 这个是负投影面 我先找一条直线 先不管三角形ABC 我先找一条直线 跟它垂直 跟1垂直 然后呢 那既然假设这条直线就是跟我的1是垂直 那我在这条直线上面的所有的平面 就跟我的1也是垂直的嘛 是不是这样 再回到我们上一张的东西 一个已知平面 那你要找另外一个平面跟它垂直 第一个做 第一个就是它的概念是什么 我先找跟这个 已知这个平面垂直的一条直线 对不对 这条直线跟1是垂直 那这条直线上面的所有的平面 当然不会只有三角形ABC 它可能还有其他平面 那找 找什么 找这个三角 找通过这条直线上面的所有的平面 当然就会跟1也是垂直的关系 对不对 那因为我们现在 现在重点是什么 现在重点是要让这个三角形ABC 跟我的1是垂直的关系嘛 所以它才会产生端式图 那这样的话 在新的投影系统 1跟V 1V的投影系统 这个三角形ABC 才会变成是一个单斜面嘛 才会变成一个单斜面 所以原理 就是说 刚才说 所谓的两个平面垂直 就是从1 因为1 这个是我们要给的一个 副 副投影面 那这个副投影面 本身是跟我的直立投影面 是垂直 这两个投影面 本身是垂直 关系 然后现在我要让三角形ABC 又要跟这个1也是垂直的关系 那三角形ABC 是要跟1是垂直的关系 但现在反正反过来推 就是三角形ABC是已知的 是已知的 那这个已知的三角形ABC 那我这个副投影面 要摆在哪边 要摆在哪边 才会让跟我的三角形ABC是垂直的 然后同时这个1也是垂直的V 垂直Vertical 所以现在的议题 现在要讨论的议题就是这样 好那所以怎么做呢 这边的说明 你先把这个说明读一遍 然后你看看你们看得懂 这样子的做法 因为如果再讲 大概也是讲这些说明而已 但是你要先看看你们脑袋挂 能不能想出来 这样子的说明 能不能回应到 我们今天要谈到的 就是把副鞋面变单鞋面 好啦我们先看看 前平线 前平线是什么 前平线 前平线 我们先不管三角形ABC 假设我们先找一条前平线 前平线是什么 前平线是平行 平行我的直立投影面 那我这条前平线 我如果假设有一条前平线 那我要找直立投影面跟它垂直 是不是跟 跟刚才这个一样 我一条前平线 那我要找一个副投影面跟它垂直 那我是不是找直立投影面 跟它的副基线垂直就好 那这个前平线就代表是 跟我的三角 跟我的副投影面是垂直 那如果 那所以现在这个AB跟我的E 这个副投影面就是垂直关系 那我们刚刚说过 那我要如果在AB这边挂一个平面 就是挂 就是在 我的平面会通过AB 通过AB这条直线 那通过AB的平面 是不是跟我的E也是垂直 就刚才我们说过的 如果我们上礼拜不是有谈到吗 就是说 你两个平面要怎么看垂直 两个平面要看垂直的关系是 这个平面上面找一条直线跟它垂直 这个平面找一条直线跟它垂直之后 我通过这个直线上的所有的平面 就怎么样 也跟它垂直 那所以现在就是这样 这个前平线你跟E已经垂直了 对不对 那我在过AB上面的所有的平面 不管什么平面 就会跟我的E是不是也就垂直了 这个直线跟我的这个平面垂直 那我的平面通过 我另外一个平面通过这个直线 不管是什么样的方向 它就是跟它垂直 所以这个平面就会跟它这个 白的就垂直了 对不对 好那这样知道之后 所以 我们这边意思是说 你先做一条前平线 但这条前平线正好又是很特殊的前平线 是通过三角形ABC的前平线 通过三角形ABC的前平线 然后呢 让这个前平线 在这个副头里面这边 变成是让它垂直的关系 让它是垂直的关系 那既然这条线跟E 副头里面是垂直的关系 所以那这条直线跟它垂直 那我的三角形ABC又通过这条直线 那自然而然这个三角形ABC 就垂直我的副头里面 这个就是刚才的这条线 有没有 这条前平线嘛 就做三角形ABC上的前平线 这个也是上一张的东西嘛 怎么样在一个平面 平面上做已知的前平线或水平线 对不对 做三角形ABC上的前平线 这条前平线就是平行我的直立投影面 那我这条直立 这条前平线要跟我的副头里面垂直 让它变成类似正垂线嘛 刚才说正垂线嘛 对不对 所以我们就是画一个副基线 去跟它的直立投影 这边是垂直的关系 好那这样的话代表的这条前平线 就是跟我的直立投 跟我的这个新的副头里面 就是垂直的关系 那因为这个前平线是跟它垂直 那我的三角形ABC 又包含了这个 我的三角形ABC 是包含了这个前平线 所以再去推出来结果就知道 三角形ABC 就会跟我的副头里面 就是垂直的关系 那这样的话 这样的话我的E跟V的头影系统 就可以把三角形ABC 转换成 从副鞋面变成单鞋面 看这个再回来看这个 这个线是前平线 这条前平线跟我的E 要垂直 垂直的意思就是什么 变成是它 变成端式图 正垂线 这个地方知道 对不对 这个地方有没有问题 OK 那我就是过三角 过AB这边去画一条直线 不是画一条直线 去做一个平面去包含ABC 不是ABC 做一个平面去包含AV这条直线 那去包含这条直线 那我们刚刚说过 因为你的AV是跟它垂直 跟你的副头影面 一是垂直 所以你包含AV的任何的平面 就也会跟我的副头影面 也是垂直的关系 对不对 那现在只不过反过来 这条前平线 我们先画好的 是什么 这条前平线是从 已知的一个副鞋面 上面去画的一条前平线 那这条前平线 如果跟我的副头影面 是垂直 那我的这个平 包含这条前平线的平面 自然就跟你的A 这个副头影面 也是垂直的关系 所以这个是两层的推理的关系 你就可以知道这样的结果 所以从这样的推论的结果 去画这个图 它的图就是 三角形ABC 三角形ABC 好那你要画三角形ABC上的前平线 这个是 不知道第几张的作业 反正你们应该做过 怎么样 就是前平线水平 这边是平行嘛 对不对 然后对应上去 这边就变成是它的这个直立投影 然后把直立投影延伸上来 把直立投影延伸上来 那这条延伸上来的直线 你在上面再拉一条负基线 跟这条延伸上来的直线垂直 直线垂直 那这样子的话 你把A ABC 三个点对应到的这个 副投影面的点 你把它画起来 如果你画得很精确 这个三个点 就会共线 这三个点就会共线 那共线代表它就是什么 就变成是端式图了 所以这样的话 你就可以把原来的VH 的这样子一个负斜面 转到E跟V的投影系统 就变成是一个叫单斜面的系统 好先休息一下吧